哈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鸭鸭姐姐 我们今天呢 要来教大家注音符号的 M 我们一起来练习哦 M M M BAPA M 注音符号 BAPA M M 一起来 大家一起来学BAPA M M 好小朋友 你们知道M的E呢 M的句子有哪一些呢 像是帽子 帽子的帽 M 就是M开头的音哦 像如果说太阳很大 很大的时候是不是要戴帽子啊 不然你的头顶会热热的 会一直流汗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没有戴帽子 还会被晒黑晒伤 有时候晒太久的话 皮肤还会痛痛的耶 所以记得哦 如果太阳很大的话 出门 出门要记得戴帽子哦 帽子的帽 M 再来还有一个也是M 句子的音 像是斑马的马 你们有没有去动物园看过斑马呢 斑马长得很特别对不对 身上的条纹很漂亮吧 有白色黑色黑白相间的斑马 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很可爱 斑马其实它很会跑步哦 所以小朋友 如果呢 有机会去到动物园 记得去看看斑马哦 斑马的马 M 比如说像是绵羊啊 绵羊的绵 M M 还有玫瑰花 玫瑰花的 M 也是M 那还有什么有M开头的 嗯 哦 姐妹的妹 妹妹的妹 也是M开头的音 还有还有什么呢 哦 像小朋友 你们最喜欢最喜欢跟好朋友讲小蜜蜜了对不对 小蜜蜜的蜜也是M开头的音哦 所以你看我们日常生活中 就有很多都是M开头的音 所以小朋友 我们回家多多练习 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进步咯 好啦 我们今天M就先练习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